門主 陳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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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嘍? 伯主 這次 沒風景 是啊 是一種事物 是什麼事物呢? 圖片那裡有一個五元銀 五元銀有什麼特別呢 硬幣一個 是啊,就是硬幣、紙幣 這些比較上 快越來越減少的東西 為什麼呢? 近年來大家 微信支付 Apple Pay 支付寶 這些等等的 電子支付方法 是啊,很方便 這樣就省回資源 也不用怕被人偷錢 也不用擔心 銀或者紙幣是假的 但是 當你把這些小銀 全部放進換幣籠裡 換了做 八達通的錢 你有沒有想過 這些事物 慢慢向大家面前消失 尤其是 三四十年前 四五十年前 的一些硬幣 除了它們代表著 是當年大家 沒有電子支付的年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其實它都代表著 我們香港的 一些獨特的歷史呢? 是 2023年最受關注 專利巴士路線 這個是 第八位 第八位 第八位的路線 身處在這裏 不是街 不過你看遠一點 這裏 這條街 是一條很出名的九龍 一條很主要的街道 這個商場 也是 很出名的 這個商場 我曾經也拍過商場評價 這個商場 就叫做I Square 而街 你當然想到是甚麼街 不過 我們這個嘉賓 這次 很有興趣想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條街 我們想請我們的嘉賓 Jimmy 在這裡 Jimmy 你好啊 Hello Jimmy 我想問你 你可否介紹一下 為何 這麼想推介我們這條街 叫做寧敦道 寧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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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四通八達的地方 都可以去到 嗯 OK 好 除了有沒有它的歷史 你有沒有印象 知道它的歷史 歷史就是 我的兒時的回憶 就是這裏 I Square 商場的前身 就是海源酒店 對 對 OK 好啊 今年有沒有來投票 有 那你有甚麼深水路線 或者你有沒有一些 未必可能是你投的那些選擇 但你有沒有一些 你很關注的路線 我最關注的路線 就是20A 20A為甚麼 這條街都很值得發生 是好啊 因為你早期 早期 你和你的拍檔 一起 好像 又 又 又 很生涼的 評價這個 對 對 我 我經常都會 多看兩至三次 OK OK 明白明白 是可以 我記得我當時很寬敞 可以在這裏 我覺得可以去做 很雜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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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路線 好 事不宜遲 我們又把這個責任交給你 我們的第八位 到底是甚麼路線 交給你去巴安樂 把我的信封裏面的內容 那張紙條的內容 你讀出來就可以了 2023年 最受關注專利巴士路線的第八位 是甚麼路線呢 就是食巴的56號A 哦 是 56號A 由清田國 往後生 由食巴 我認為 在2022年 9月30日開辦 是於最後階段 投票中 獲得90票 得票率為 39.8% 哦 恭喜成巴的56A 雖然 你關注那條是20A 但是 都是成巴A的路線 都進了我們的十大路線 我們恭喜成巴56A 現在我們會進行第二個環節 就是抽獎環節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個環節 這個第二個環節 就是抽獎環節 我們開始了 到底在彌敦道要做甚麼呢 彌敦道唱歌 很棒 不是真的唱歌那麼邪 都是走這條街道兩公里 好 好 接著我們是下一個 就是 哪個嘉賓被抽獎呢 好 我們按Start 我們哪個頒獎嘉賓這麼好運 走彌敦道兩公里呢 恭喜阿Paul 恭喜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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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獎 走彌敦道兩公里 在我這條影片的 首播之後 半年內 麻煩記得找數 你 OK 我們最後 今天多謝我們的嘉賓 Jimmy Thank you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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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最受關注諸地巴士路線 最大退步路線 第3位 即是童獎 屋苑沒有東西看的 拉個 拉個街道牌給大家 看一看 那就會好一點 咦 這麼大風的地方 這裡 台風我聽得多 台風打得應 我聽得多 這裡 城泰道 恨花村 這位網友 有什麼回憶 有什麼特別 要帶大家來到這個 在我自己印象中 是一個 台風水浸的地方 找人的地方 來講這條街道 不如我們有請我們今集的嘉賓 Ivan 好嗎 好 Hello 喂 你好 Ivan 聖泰道 有什麼特別 特別是 它是一條程度U 其實是由DI 連接到IV 另外 它是一條交路相關的路線 例如廣洁的茶碗車廠 然後城巴的茶碗車廠 甚至是前身的 新巴的創庫路車廠 都可以看到 哦 即是這條街道是集合了巴士和鐵路的車廠 於一身 是啊 OK 這個位置都頗特別 我覺得特別是在於 這裡都頗靜 如果住在這裡的居民 是否都很享受 很寧靜 其實都算的 因為它的位置其實算是很健平 甚至現在交通裡面 只有幾條路線 所以其實 我的地方就是 它是靠鐵維新的東西 我覺得很可惜 我個人是住在這裡四年的居民 嗯 明白明白 那Ivan 你今年有沒有來投票 有啊 哦 那其實呢 我知道你 可能自己都有些深水 有些深水的路線 或者是你有些特別推介的 專利巴士路線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你有些什麼的深水 或者想特別推介的專利巴士路線 我在我心目中 一直都有些很關注的路線 我在我心目中 近年 例如這裡 陷花村 就有兩條路線 當中就有 這個城巴的八號 和八號 但其實我記得 國台最多的就是 反而是 城巴的八號 因為某程度上 因為它是一條歷史很久的一條線 由最初它走完整個港道宮 例如灣仔和黃灣 天后 山之道 沙基灣那裡 它由零幾年開始 就搖身一邊 練了一條東廊特快的路線 專幫這個柴灣長命斜的人 和陷花村居民 因為以前陷花村那種站 都是沒有巴士專利路 巴士路線能去的 整年 直到2005年之後 終於有這條城巴的八號 作為終點站 哦 不如這樣吧 我們移少少鏡頭 移少少鏡頭 移少少鏡頭 我們就看到一個 是看到沒有 看見後面 看到嗎 這是什麼來的 就是 恨花村巴士中站 這就是恨花村巴士中站 以前是否沒有的 就是停了一年 之後才正式有八號進駐 OK 是否以前 這裏有一部 都是新巴 我記得板珠對他印象很深刻 有一部 是去耀東的 是嗎 是呀 有一部 但客量實在太低 所以取消了 哦 那一部是鼎鼎界明的 我當年都很認識的 就是84號 84號 不如這樣吧 事不宜遲 我們先在這裏 和大家做頒獎 Ivan 麻煩你 打開信封 和大家頒下 這個 最大退步路線 第三位 同獎 最大退步路線 最大退步路線 的話 你覺得這個區 算不算很大退步 其實 是 有些 因為現在 現在人們都經常說 8號 近幾年 甚至乎 很多巴士公司都說 想8號 或是時候 噢 這麼大 甚至乎最近的85號 本身是走這個 八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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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整個八幅度 但是就是 歐浪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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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退步 最大退步 專地巴士路線 第三位 會不會 都是 遇上一些類似的經歷 不如這樣吧 我們給你頒獎 Ivan 好 好 我們來了 2023年 最受關注專地巴士路線 最大退步專地巴士路線 的 童掌第三位 會是甚麼路線 這條得獎路線 其實 我本身 想提名的時候 我提名了 他那條 另一條的線 但是 沒想到 這條線 竟然比這條線 這條得獎路線 就是 承巴的18號 噢 是嗎 這條18號線 由 這個 比奧澤灣 由成馬營運 由於1988年 8月16號 開辦的 往來 北國健康中階 至比奧澤灣 他在最後階段的投票 是有87票 得獎 得票率 是為38.5% 噢 是 18號嗎 是啊 噢18號 因為我本身投票 只是提名了他的份 就是18X 因為他經常都 開始派一些 E400 甚至是極少人答 我看過 三號機關於西班牙 是幾乎沒有客人 你這樣說 我也很擔心 18號下星期會派 派一派字短號出來 對呀 我也覺得是 好 事不宜至 現在我們進入抽獎環節 好 我們來到抽獎環節 Ivan 很好 又特地帶我來到 盛泰道的另一個點 這裏 這裏 創婦道正 這裏就是 SUNBA 車廠 對呀 你看看 到今時今日 還未油油 還未油油 還未蓋它 還有一個logo 在另一邊 這麼厲害 當然 除了這裏 這個點 除了有SUNBA 還有之前 有一個MIRROR的成員 叫Anson Lo Anson Lo 當時拍Megahits 在這裏 做MV 這裏也有兩個打卡點 也蠻懂得選擇 不如選擇還是會選擇 不如今次你幫忙選擇 選擇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抽獎時間 開始 這裏 這裏是否還唱歌 唱歌吧 唱歌吧 走這條街道2公里 又是這個 好 接著 哪個嘉賓這麼好運呢 恭喜是Sunny 恭喜Sunny 在這條街叫聖泰道 走2公里 記得在我這條影片 首播之後的半年內 做這件事 最後我們很感謝我們的嘉賓Ivan 來幫我們頒獎 Thank you 謝謝 今天主播 今天혼 beg 2023年最受關注專利巴士路線 這是最烈的 新開辦專利巴士路線的第二位銀章 我想,這條街有多少學校 拉近,拉近,拉近,今天這麼多人 這間學校也很有名 這條街有這麼多學校 這是什麼街,反過來一點 我們拉鏡過來 這裏,斯江武街 大角咀,斯江武街 這位網友對這條街有什麼認識 我們請一請這位網友 有請 Hello,大家好 Alex哥,我心想你 斯江武街有什麼特別 還有什麼歷史 或者你對這條街有什麼認識 首先,斯江武街 其實是位於大角咀道以東 位之角度以南 洪洲街以北 很厲害 為什麼這條街叫斯江武街 其實就是在1920年代 港英政府又將大角咀道以寂寞為名 嗯 當中有舉樹街 橙樹街等等 以及京濤街 而為什麼這條街叫斯江武街 其實就是來自英文譯音 石康毛 意思就是無花果 但是中國人 大中國人喜歡開花結果 哦 即是要停頭 你付出有回報 而無花果 代表是付出沒有回報 哦 所以 因此就以 譯音 聖康毛 斯江武 做街舞 明白明白 哦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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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哥 今天有沒有來投票 有 那你有什麼 深水 最受關注的 專利巴士路線 五十六A乘八 為什麼 因為 這條線 近期 星期一至五都 法門鎮 完成了服務 我 祈求這條線 可以服務 王后山居民 往來 屯門 以致方便的女士 看薄鐵去元朗 之外 還可以方便屯門 居民 經上水 北上的需要 哦 真是想做多些 幾多重的功能 希望它每天都有一些進步 好像 最近 都 都 加強了服務 去了王后山 然後 就 有少少半全日 跟五十六A乘合 合了半全日 的服務 好 事不宜遲 我們就給Alex哥 去頒獎 這個 好 這是什麼 好 這個就是 2023年 最受關注專利巴士路線 最烈的新開辦 巴士路線的第二位 什麼路線呢 Alex哥 打開看看 什麼路線 這麼惡劣 這條線呢 有多久 其實 這個區域都很受大家關注 是 這條線呢 通連早幾天 張瑞連主線都不行 這條負線更加會更加壞 哦 OK 前幾段 我說我做張瑞數客的時候 這條線就不太行 主線都不行 主線都不行 副線更加不行 更加不行 這條更加不行的路線 這條線是哪條呢 就是 694S 694S 對 OK 好 那 他獲得98票 得票率是43.4% 哦 他幾年開辦 由哪裏去哪裏 他由2023年的320號 和690S同一天開辦 就由小西灣村去這個條頸領站 OK 恭喜694S 我沒有記錯 694S也是我們半年前 優質專利巴士路線選舉之中 也是我們的十大路線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第六位左右 我沒有記錯 我希望沒有搞錯 第五、第六、第七位 至於誰位置 恭喜 他繼續半年之後 仍然繼續纖聯我們一些獎項 恭喜他獲得我們最惡劣的新開辦路線的第二位 到底哪一條這麼厲害的第一位 比他更厲害呢 到時候我們就自有分曉了 不如這樣吧 現在我們先做個抽獎會動 好嗎 好 好 我們來到第二個環節 就是嘉賓抽獎的時段 有請Alex哥幫我按手提電話 抽些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不如你這樣調回螢光 給大家看好嗎 好 我們這樣看 對啦 沒錯 好 來吧 開始按 還有聲音 好了 中了些什麼呢 看看 這次會不會唱歌 又是走兩公里嗎 這麼悶的 好 又是兩公里 真的悶到七彩 好 哪個嘉賓被抽中 不過這條路應該都沒有兩公里 應該可以走幾次 哪個這麼好運 好 這個 Panda Panda 恭喜了 Panda 真是熊貓 熊貓啊 恭喜你啊 你呢 就有什麼要做呢 在我們這一集的首播之後呢 半年內呢 就來這條叫C歌舞街那裡 能歌羨舞 能歌羨舞走兩公里 你可以在這裡 你可以在這裡一路唱一路走都可以的 真的沒什麼所謂 之前有個網友說 會不會有裸跑的 我說不會的 我們這裡是合家歡 所以Panda靠你了 辛苦你了 好 最後我們很感謝今天我們的嘉賓 Alex哥來這個頒獎 Thank you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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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度最受關注專利巴士路線 最受關注專利巴士路線的第一位 就是自尊路線 這條路線呢 是在這個十大位置之中 是獲得最高票數的這條路線來的 這位嘉賓就說邀請我來慈雲先生 其實板主都不時來慈雲先生來吃東西的 對我來說 這個地點就是我等車回家的地點 叫灌華里 這裡有一間物當爐 這條街呢 這條街呢 這條街的馬路呢 我都記得的 這條馬路呢 就叫做 叫做 叫做 叫什麼 等一下就等個嘉賓來講 好不好 我等個嘉賓來講 大家 大家老母都忘記了 不如有請我們的嘉賓 我們的Sunny出來 你好 你好 不如這樣 我記性馬馬 記得這條街叫什麼 這條街叫做 這條街叫做 旭華街 旭華街 好 那為什麼要在旭華街拍照呢 這麼多人走 我很尷尬 說起 一華街 絕對 和食物是分不開關係的 這條一華街 雖然 就不像旺角那樣大 但是這裏的食肆 就絕對不只麥記 和 遲中的 那些 離所餐廳那麼少 都有很多 有特色的 街坊的餐廳 我曾經試過在去年的九月 在兩個星期之內 就做了五個和這裏附近相關的美食指南 有興趣就可以去我們交通港的IG 那裏看一下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是在這條街那裏 幫學生 我自己學校補益的學生會 爭取了一些飲食優惠 而且從小到大 即是去慈雲山吃飯 有時走回家都是繞這裏的 所以我和這條街的關係 都是非常緊密的 那至於為何有這麼多人呢 我們在慈雲山 就有六間中學的 六間中學的午餐時間 有個女兒 都是會 一定要走來這條一華街那裏 去吃飯 就算他始終都是繞這裏的 所以可以想像到 這裏的餐廳呢 是 這裏的餐廳呢 是很緊密的 再加上我們新的外面呢 就是一些菜譜啊 肉譜啊 很多老人家在這裏買菜的 所以這條街很乖 一華街雖然賺錢 但是呢 都不太多人 是要比來比去的 哦 那其實原隔壁來說 這裏應該叫做慈雲山的一個 舊的市集位 算是一個市集位 都算是市集位 而且這裏是慈雲山 就是最多人的地方 最中心的地方 最中心的地方 最中心大的地方 是 好 那今年2023年 最受關注的是 你把小路線 你有來十條嗎 有 確實有的 好 那你的心水是哪條路線呢 我的心水呢 就 頭兩條就選擇我自己區的 對啦 第一條就是EF 的朋友 EP 對啦 因為呢 EP除了繞我家之外 對啦 同時呢 也都是 幫EF做一個特派 這樣 就不用再繞那種 五元份的 歌和老街 對 那不像3X 這個EF呢 生意又好像幾好啊 所以呢 我都 很期待 EF可以再開點多些版廁 那我星期三晚上 可以 玩完 在西哥龍中心玩完冰球之後呢 就可以坐EF 還要回家 那 另一條就是 有 是 好 好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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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就是 A23 A23呢 本身呢 其實是 我 其實是 我區 富山村 的區議員 是要做的 是 那它是 2020年1月那時候 開辦 本身就是 兜啟德 黃埔 其實都已經 不是很好 那三個月 就日程就停了 然後 今年 2023年的 4月就開辦 它又轉了路線 大致上 就沿著 2F那條路線 不過問題是什麼呢 它在 無論深水埗 還是 高爾街 樂富那邊 都是分別跟 A20 A21 和 A22 搭線 所以 其實除了 深水埗 那些 2F的乘客 不會 拿 A23來搭軟圖之外 其實磁雲山 就算想去機場 都寧願搭 37N 然後再轉A26 A29 那些 OK 嘩 你的心信都離不開 都是磁雲山之間 對 不知道磁雲山的路線 最後有沒有入圍呢 亦都不知道 這條路線 至尊路線 是不是磁雲山系列的路線呢 不如我就 給信封 恭喜 新年來頒獎 好嗎 好 那就 我們來吧 2023年 2023 最受關注專利巴士路線 第一位 恭喜 恭喜 我也不知道 好 等一下 是 介紹一下這條路線 你先介紹一下 你看完就介紹一下 這條路線應該都是眾望所歸來的 都是鄉原為老線 對 那大家就 猜一下 是B7 B8 B9 還是B7 X 好 答案是 B7 對 那他最後加賤投票 就獲得 131票 得票率是 58% 超過一半 哦 那他由哪裏去哪裏 什麼時候開辦的 他是由上水的寶運路 即是 上水市中心的 在上面 就來往鄉原為口岸 在2023年2月6號 就跟著鄉原為口岸的 開通 而開辦的 哦 好 恭喜我們的至尊巴士路線 我們第一位 我們有我們的B7號 那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會進行我們的 抽獎的活動 好啦 那我們就進行第二個環節 就是抽獎環節 在抽獎環節 我們有請我們的班長嘉賓 Sundie來幫我抽獎 好 我們現在開始 有錢可以幫我按 好 按吧 好 剛才按了 那還是什麼呢 街牌打兩次卡 哦 街牌打兩次卡 這個街牌是哪裏 那裏的 好 來了 橫韻兒 誰中獎幫我按 總點不要抽到生人 他走回我 走到隔壁就可以了 不可以給他這麼便宜 是不是 你這樣呢 對你的朋友 當然不行啦 走到隔壁 你這樣對你的朋友 當然有些挑戰性的 難道呢 哦 計數仔 好 恭喜 我們這條街的抽獎活動 就是由計數仔 就在我們首播之後的半年之內 就在隔壁街 又叫做隔壁街 這裡 就去 在街牌那裏打兩次卡 那就是 給得太容易了 OK 你抽太容易一個任務 好 那我們最後也很多謝我們今天的嘉賓 Sunny 還有我們的伴奏嘉賓 謝謝 謝謝你邀請 好 有些什麼想請問你 你說吧 自己要交通訪都不是 還有 37M 我們的一分之一班的小法 是呀好緊密 我才是今天給不到運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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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講到這裏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